那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住屋的房子里面 我正在看电视 然后就听到有个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头一转过去 我就看到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助理 当天我就搬家了 本节目由热幕赞助播出 波波星球 记得订阅波波星球 泡泡哥哥的频道哦 大家好 我是泡泡哥哥 嗨 大家好 我是巴女 你是巴女 小薇 我是小薇 小薇 他其实是鱼丁蜜啦 鱼丁蜜八女啦 我开始想出鱼丁系 鱼丁系是什么大学的呢 等一下我太太正在看这个 太太你知道我刚才有多辛苦吗 从练团室直接练完 从火速冲过来 还在喘就进来了 那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练团 为了什么 为了731嘛 对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的 泡泡哥哥 大家好我是泡泡哥哥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对 好就是 像你平常都在干什么啊 平常大家可能会比较在youtube先认识我 因为其实现在全团国小幼稚园特教学校 都会放我的影片给小朋友看 请问一下 那些 就是幼稚园放的影片 大概都是什么样类型 就例如有海草舞啊 等一下 海草舞 是海带呀海带 不是 你这个人啦 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下小薇好不好 自我介绍一下 看看你最近在做什么 好 好不好 我现在不叫小薇 我现在叫巴女 巴女 对 我们呢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分身乐团的团秘 名叫做鱼丁� 鱼丁蜜呢是从书打绿的三个字里面拆解出来 来跟大家说文解释一下 书里面有鱼 打里面有丁 绿呢 的部首叫做蜜字旁 是的 蜜字旁 很多人都会念鱼丁系 他其实是鱼丁系 是 我就想要让你 我刚刚就只念鱼丁系 我刚刚就只念鱼丁系 我刚刚就那时候 我们今天有两个活动 那我们第一个活动 是 谁最了解你 你 然後的快問快答 好不好 預備 計時 那我先問小薇 哪個身份泡泡哥哥不存在 好不好 泡泡哥哥沒有哪個身份就對了 沒有這個身份 A 廚師 B 舞者 C 主持人 D 演員 這不太簡單啊 欸 我記得 你是會跳舞的 我會跳舞的啊 對 Tuber都在跳舞嘛 我記得 你也有主持 對 我已經幫大家了 誤導一下啊 我也好像吃過你做的菜 沒有啦 不要聽他亂講啦 好 答案公布 公布答案 所以泡泡哥哥從來沒有當過 我沒有 當然沒有 我有去主持過美食節目 有主持過美食節目 主持 對 是 泡泡哥哥最喜歡去哪一個國家旅遊 來 A 泰國 B 日本 C 法國 D 韓國 各位 大家好 窮人 泡泡 我幫你們 大家知道是哪一個國家人嗎 我們是 這個不能亂講 這個不能亂講 答案是什麼 趕快說 來 趕快 好啦 時間到 時間到 沒錯 泡泡哥哥 真的很厲害 最喜歡去的國家就是 韓國 韓國ですね 好 我們要快速進行了 不然這個洩題有點明顯 我們再繼續下一題 來 好 來 泡泡哥哥的YouTube影片 過百萬的影片有幾支 這個難了這個難了 這個就算給你一分鐘去算 都不一定算得到 A 18支 B 9支 C 5支 D 2支 我偷偷跟大家講 大家趕快寫吧 我覺得你們放水放得太兇了 你們這些 我根本沒放水啊 我根本沒放水 好 好 4 3 2 1 好 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 幾支啊 A 18 18支 恭喜答對 答對 是不是 欸 真的很厲害 你說這個 18支破百萬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謝謝啦 泡泡哥哥 最害怕什麼東西 哦 A 紅豆 B 蜘蛛 C 西瓜 D 蜘蛛 會影響不到哦 真的 這個 這一題我覺得真的有點難 有一些人是蠻怕蜘蛛的啦 我還好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幹嘛就卸題啦 欸 真的有人 你看很多人在搜欸 誰寫蜘蛛啦 真的有人寫蜘蛛欸 哇塞 大家不要鬧了啦 大家不要鬧了啦 已經是 公布答案 答案是 C 西瓜 OK 大家知道答案了嗎 C 西瓜 我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討厭西瓜 是因為我小時候呢 我爸爸媽媽都會 就是把它切成一座山 然後我吃太... 每天都吃 吃到怕 所以呢 我可以喝西瓜吃 但是我不能吃到西瓜本人 我吃西瓜我就會拉肚子 哦 那如果你聞到西瓜味道呢 會覺得會 噢心想吐 泡泡哥哥最不擅長哪件事 A 吞火球 B 長笛 C 瑜伽 D 做造型氣球 我知道為什麼 你媽媽一直跟你吃西瓜了 為什麼 因為你想說你在吞火 你媽說來 退火 來來來來來 NO 火氣太大了 然後一直要 給你一盤 然後那個 豪 紅駕大家在吞火 哇塞 大家都寫A耶 哎呦 A耶 公布答案 A A 嗯 A 誰會吞火啊 我 我們想看一下 我其實還有在很多 菲哥的節目啊 冰冰姐的節目 我都表演過 那個火舞跟吞火 我跟妳講我在哪裡學 我其實高中讀華剛跟校 就每個人都有學 然後我大學又自己再去延伸 像噴火啊 火舞啊 我全部都會 OK 大家都嚇壞了吧 所有人答A的傻了吧 B 長笛 長笛 我好像也是買漂亮的吉他 所以設備都先比人家好 但是我覺得 我也是把他擺在那裡 就非常的漂亮 對 身為一個專門在玩樂器的人 哈哈哈哈 我對於這樣的見解 感到非常訝異 我真的在樂器沒有辦法 不過但是又不能反駁 因為就是 其實漂亮亮的過來牆上 也是一種重視頻 好啦 來囉 換泡泡哥哥回答問題囉 好 好 來 小威有幾個小孩 我直接比數字好了 其實其實不用啦 這個 A 一個 B 兩個 兩個 C 三個 D 八個 大家都知道啊 答案是 兩個 B 是的 是嗎 對 而且他兩個長得很像 很像雙胞胎 什麼恭喜 什麼東西 現在誰還恭喜我的 誰還在恭喜我的 什麼東西 恭喜是讓他再生一個是不是 沒有 台北小巨蛋 舉辦幾場的演唱會 哎呦這個難囉 這個我有發了 小巨蛋舉辦過幾場演唱會 A 14場 B 9場 C12場 D 7場 也太相近了吧 對 我覺得這一題真的也蠻難的 但是其實 我知道講好嗎 我聽你的歌長大 哎呀 現在我已經習慣這句話了 哈哈哈哈 浩浩哥哥答案不一定是對的 對我答案不一定對的 因為我是用猜的 因為 小薇在 第一場在台北小巨蛋辦的演唱會在哪一年 你記不記得 這我不知道耶 你竟然不知道 啊對 第一場耶 第一場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生出來 什麼啦 答案是 A 好 14場 很多場 很好很好很好 這個有點personal的東西 小薇最怕的東西是什麼 A 花生 B 蟑螂 C 老鼠 D 鬼 我知道 我蠻怕鬼的啦 我也很怕鬼 你怕鬼嗎 我也很怕鬼 因為打不到他 你知道嗎 而且會 對 而且我被壓過 我在大學租房子的時候被壓過 真的來講 真的 那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你要講話講不出來 是真的 但其實我也覺得鬼最可怕 而且有人說要講 你暴警也沒有 對 不是暴警處理也沒有 重點就是把他暴警啊 哪一個 我覺得這個 你覺得是哪一個 這個 我看一下大家回答 大家跟我回答一樣的耶 真的耶 其實有個答案是 1 老婆 有人寫怕老婆耶 有人寫怕老婆耶 我最怕的竟然在這邊留言 是嗎 老婆你可以去睡覺了老婆 你老婆直接寫說怕老婆耶 老婆你可以去睡覺了 好來答案是 C 老鼠 說到怕老鼠這件事情 我曾經有過我在外面租房子 對 然後呢 因為有一些歌迷會送我巧克力 然後我喜歡巧克力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書櫃上面 就是有個紀念這樣子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發現他被啃到一半了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完蛋了 那時候一個人坐在租屋的房子裡面 我正在看電視 然後就聽到有個聲音從廚房傳來 我頭一轉過去 我就看到尾巴咻咻咻進去啊 太噁了吧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助理 當天我就搬家了 哪一個產品不是樂目的味道 A 抹茶 B 伊蘭 C 破合 D 薰衣草 喔 計時 開始 其實他們家的東西我都用過 但是薰草這個成分我好像沒有 聞到跟那個耶 抹茶你拿出來了嗎 薄荷你也拿出來嗎 剩另外兩個是什麼 那請問一下伊蘭 伊蘭 你知道伊蘭是什麼嗎 它是一種很特殊的天然植物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是薰衣草 薰衣草呢 本身呢 是有安定心繩的功用的嘛 我知道它安定神機 所以其實很多鑄棉的啊 都是用薰衣草嘛 安定神機 但是伊蘭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東西 你說它讓它抗憤啊 然後那個就是 不是 伊蘭就是催情 好 大家趕快回答 我知道它 我知道答案是什麼人 因為我知道他們其中一款是 很有催情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是第一 好 答案公布 答案是 薰衣草 耶 小薇有沒有辦過女裝 是非題 喔這一定啊 對 請幫忙可比圈或叉叉 好不好 我覺得是有 這題根本就送分嘛 答案就是 好 答案公布囉 有沒有辦過女裝 答案是 有 有 這題根本是送的嘛 對啊 是一個跨年的演出 跨年的演出 跨年的演出 我們自己包了一個The War 然後把那個地方 然後那天就是 只有奇裝飲服的人才能進來 就是連觀眾都要奇裝飲服 我們的門票是紅包 就是你要包多少錢 你自己決定 就前面放一個箱子 你自己丟紅包進去 我們有收過超 就是超多一塊錢 結果那一場全部都一塊錢 經過那一場之後 我們就證實了 人性不可靠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收門票 進入第二個活動 好不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 那個怪物那一條就是大家 應該說大家也幫忙寫在自己 直接寫在我們的那個 直播節目下面 留言板上面 留言板上面 然後泡泡哥哥跟小薇 都有自己的本子 都有自己的本子 看他們兩個的默契好不好 對 對 最喜歡的台灣演員 台灣演員 是台灣演員 誰啊 我都不知道怎麼寫他的名字 他名字好難寫 等一下 是誰 那怎麼寫 一 二 三 開始 你寫誰啊 最喜歡 冷目的哪一個味道 是問小薇還是問五味 當然是你們兩個啊 來囉 一 二 三 抹茶 答對了 真的 抹茶我就是很愛抹茶啊 一定要先選他 嘿嘿 因為他們的抹茶就是 不是真的很抹茶在裡面 它是淡 有一點淡淡的茶香在裡面 沒錯 就是有一點清香 帶一點綠茶那種茶素的那種感覺 欸說到這個 你知道我們抹茶用的原料有多高級嗎 多 那個是日本第一名的 這一支是全台灣第一支 跟日本的抹茶合作 的洗髮精 對 全台灣第一支喔 那我們下一次約吃飯 想要什麼時候 想要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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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寫完了 寫完了嗎 我寫得很抽象 只要他答對類似就可以了 好來 預備開始 什麼都吃吃到飽或燒烤 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麼嗎 你的答案是什麼 只能用手抓的食物 手抓真的硬度料理耶 你知道有一種餐廳 對 就是沒有餐具 然後會弄得滿桌都是髒兮兮的那種 我就覺得你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所以我很想要帶你去吃那種 會弄得滿桌都是髒兮兮 髒到不行 然後整個衣服上也都是啊 然後袖子上也都是啊 那種 真的假的啦 我絕對形象崩壞 我好想看你做這個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兩個節目都完成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然後我們謝謝泡泡哥哥 大家再見 謝謝泡泡哥哥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再點休息 掰掰 記得訂閱波波星球 泡泡哥哥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